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指望能得到您的原谅 可是我来就是想求你 我死之后 你能不能有时间去看看她 我不想让她太孤单了 说得早知道 你跟她分手 想我回避了这个样子 我似乎也不会拆散你们俩的 我的爱是有罪的 她害死了晓龙的爸爸和那个女人 又害了晓龙 我这辈子 真是 罪恋甚重 我该早报应 小北 阿姨求你 阿姨求你了 别不怪晓龙 好吗 阿姨 阿姨 我答应你 我回去看她 谢谢你 谢谢你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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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张一丈母的私生子 原来马晓龙他妈 就是那个破鞋啊 什么破鞋啊 真难听 当年我们都那么叫 谁像你们现在叫什么 情人呀 第三者什么的 其实你姨呀 挺冤的 他爱你一夫 真的 跟哄孩子那么哄着 你姨这个人平时特别的温顺 你姨父在外面跟人怀了孕 回来还要提出离婚 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直到有一天你姨父突然失踪 那个破鞋 那个第三者到处找人 我们才知道 不是说是你揭发的吗 不是我揭发的 我是劝 我是劝你姨去自首 他把人埋在了床底下 埋得太浅 夏天总来跟我要来四十 有天我去他们家 一推门 那味大的呀 我一问 他全说了 后来我劝他去自首的 后来我劝他去自首的 那宽大了吗 最后给毙了 怎么从没听你说奇怪啊 这有什么好说的 一个杀人犯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这谁告诉你的呀 马晓龙 他妈妈 他得癌症要死了 他告诉我 马晓龙得了抑郁症 头发都白了 现在还有抑郁症呢 过去我们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他妈告诉你这个干什么呀 他想他死以后 让我能常去看看马晓龙 你去了吗 还没 最近事太多 不能去啊 为什么呀 我们是同学 以前还曾经谈过恋爱 最起码同情心还是要有的 同情能解决问题吗 能治好他的病吗 除非你跟他结婚 这可能吗 春生怎么办 孩子怎么办 你都不要了 这不能吧 妈 我觉得你们这代人特别的自私 真的 你们不能用自己的好恶 来决定别人的情感啊 小贝 我知道你对你自己的婚姻不满 的确 在这件事情上 我也不完全赞同你爸 可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 你就不要玩火了 你说什么呀 妈 我跟马晓龙很纯洁 至少婚后如此 至少婚后如此 那就更不要见了嘛 妈 我是不是有个姨叫张姨啊 马晓龙 马晓龙是张姨丈母的私生子 我这辈子 真是 自己的身材 我改造报应 阿姨 求你了 别不管晓龙好忙 你怎么找我 你怎么能看 我现在迷路了 你是不是 没想象 我 中国人 这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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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在哪儿呢 没事 行 没事 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 快进 快 你终于来了 不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一大早我就感觉你今天肯定会来的 我刚才一直就在窗户那儿趴着看 我大老远我就看见你了 真的 快 快 留人坐 来 先坐 来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爸 我对不起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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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对不起 你妈呢 我 我妈在 我妈在去世了 去世了 小裴 你能原谅我妈吗 嗯 她 她当初反对我们在一块儿真的是有原因的 我知道 因为我姨父 你妈去世前去找过我 你知道我姨的事吗 她临走前才告诉我这儿 我给你看一下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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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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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他是谁 你好好看 这不是你父亲的遗照吗 我怎么会认识呢 我 我根本没见过姨父 我根本没见过姨父 甚至不知道我还有个姨父 她根本就不是你姨父 什么 你再仔细看一看 快 看看她像谁 好像有点面熟 你 我不认识 我给你看 你看看这个 杜秋 知道吧 还记得吧 高苍剑 就是那个日本影星 高苍剑 是你父亲 怎么可能啊 当然不可能啊 是你父亲 其实我跟你说 我妈她手里边根本就没有我父亲的任何照片 她根本就没有 她们那个时候是偷偷相爱的 哪敢出去找相啊 我妈是为了怕我以后会问起我父亲 才特意弄了这么一张照片 挺凄凉的 其实我特别恨我妈 真的 即便是她给我讲我的身世的时候 我也特别恨她 可当她拿着这个照片给我看的时候 她告诉了我这个照片的真相的时候 我哭了 我哭了 哎呀一个女人苦苦伶仃 带着一个私生子 就陪着这么一张伪造的丈夫异象 啊 就这么一张 她整整过了三十年 整整三十年啊 啊妈 我觉得 那种凄凉和惩罚 足以 足以抵较她所有的故事 小飞 我求求你 你可以不再恨我妈了 她的这一辈子实在太厉害了 我求求你了 也不要再恨我了好吗 不要再恨我那么那么自私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我 没有其他的人可以给她温暖的爱 真的 而你 即便我不能跟你结婚 也一定会有其他的人 去替我爱你的 他们一定可以给你更多更好的爱 不会的 没有人能比你给我更好的爱 我让我帮你 我帮你帮你 我帮你 我帮你 我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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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帮你帮你帮你帮我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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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帮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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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不起啊 对 对不起啊 这是赌球的悲剧 他绝不应该再重演 对不起 画了手 没事 没事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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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贝 我出来 老贝 是春生 看你娘 要不要躲一下 老贝 我出来 看你娘 老贝 马上楼啊 我在这儿 你好 请屋里坐 你还染个白毛啊你 他生病了 生什么病 给我回去 河春生 你都放手 人家太阳了 我对你抓 小龙 小龙 你给我扎起来 你让他手 河春生 走 河春生你给我解释 撤上 放手你 你真是 走 你干嘛 你干嘛 河春生你干嘛 你 陆老贝 今天要没及时赶到 你是不是就买老乡上船 不是 你这一年是不是现在一直想着马上楼子 我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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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春生我告诉你 以前我觉得你腻身毛病 但你还是个男人 没想到你心胸这么狭隘 你还到打一耙了 你信不信我拧断你脖子 你拧啊你 你拧啊你 你跟我说习惯 你承认了 你承认我就原谅你 我说什么实话 我没有做什么事 你松手 你承认了吗 你不承认我就掐死你 你信不信 放手你喝点手 我怎么掐 放手喝点手 放手喝点手 开门哪 静静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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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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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么了 小贝 来 妈看看 来 我这生要夹死我 你个臭声音 你有出息了 学会动手打老婆 妈 我都不好意思跟你们说 勾引马小龙的 你随你再说 再说 站起来你给我 你自己老婆什么样你不知道吗 不让你打老婆 不让你打老婆 你动手打人你 有话咱好好说 你先坐在这 晓晓晓 小贝 小贝 对不起 让他受委屈了啊 你说你那个 那个混账东西你 怎么能打老婆的你 妈 先和你小贝 妈 哥 你别去坐下 妈 我给你们打电话把你们叫过来 就是要把事情说清楚 你是恶人先告状你 你闭嘴 小贝啊 妈知道 你肯定是冤枉的 我跟你哥在这呢 咱们合家 咱们合家 一人混 不能全家都混 妈 你让我把话说出来 妈 你让人说 你给我闭嘴 好 你说 妈 我是跟马晓璐前面去了 我适合马晓璐前面去了 小贝和那个马晓璐毕竟同学异常 还好过一回 现在人家得了那种病 头发都白了 是吧 他马晓璐死的时候 还对小贝有过托付 那小贝去看看他 人之常情 何经何理啊 你还闹什么闹 你还想动手打人 妈 我 你闭嘴 你幸亏没动手啊 要不然我跟你哥饶不了你 两口子过日子 你个大老爷们 那心眼就比那个人别还小啊 你有什么出息啊 你自己老婆什么呀 你自己不清楚吗 你自己想想 自从小贝嫁到咱们家来 人家 没嫌咱们家 穷吧 没嫌你地位低吧 你没工作那段 不是人小贝仰着你吗 哄着你 有过一句怨言吗 你可大好 反过来没事找事 往自己老婆头上扣屎盆子你 你小贝要是丢了 你能捡着啊 你还吓唬小贝 说要掐死他 两口子闹着玩 没有这么闹的 妈 他不是闹着玩 他那是吓唬人 我不是说他没有那个胆量 但是我知道 他不可能对你下狠手 就是说 假使你犯了什么错误 他也不能 小贝啊 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你在春生心里的分量 跟你这么说吧 这个春生 他为了你都敢跟别人拼命去 他就是掐死他自己 他也不能掐死你呀 妈 你别这么偏向行吗 不是偏向 是实话 小贝啊 小贝啊 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 这件事 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你说你看同学就看同学嘛 干嘛还瞒着春生呢 你要把情况说明白了 我想春生他再婚 他也不至于闹这出吧 不过 归根结底 春生动手 他的不对 春生啊 你还不向小贝道歉呢 快道歉 我道歉 我不用你道歉 妈 以前的事情我都可以不计较了 但家庭暴力我绝不能容忍 王哥和春生离婚 何春生啊 罗小贝有离婚的想法 你想离吗 我没想过 没想过 现在想 你还想不想跟小贝过了 想不想离开你一双儿子 我不离 那不就行了吗 不离就得有不离的样子嘛 以后好好对着人家小贝 听不听见 我告诉你啊 如果以后你再敢欺负小贝 我轻饶不了你们 听不听见 好了 这事就过去了啊 秋生啊 你和春生去买点菜 来 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儿吃了 那个 还有啊 秋生 这事你不能跟李翠鸿说啊 如果敢你透露一句 我就罢你的题听见了没 妈 您说的话 我们俩能不听啊 春生 走走走 走 小贝 来 小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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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您这是解决问题吗 小贝啊 这是他们走了 妈想跟你说 春生身上是有很多的毛病 可他对你是一心一意的 你别怪春生心眼小 在他心里憋着个故事 你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就在你们收拾房子那这儿吧 有一次我给春生洗衣服 发现他洞里有一个纸条 我就拿出了一看 是一篇日记 是马晓龙写的 写你们俩的事 挺累什么的 我 当时我 看了 我这个 当没看了 就把纸条揣回去 连那裤子一起洗了 春生回了也没问 这件事情 春生一直没跟你说过吧 今天妈为什么告诉你呢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春生爱你 真的是没有条件的 是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大街上 那些姑娘小子 在一起搂搂抱抱 也不被人了 恋爱中过点活也正常 春生没谈过恋爱 要谈过也没准 但是这种事都得装糊涂 春生心里明白了 也没往心里去 对你没变样 也得说 这就不错了 是 今天春生是不对 你就原谅他这回 你不看大人的面 还看孩子吗 是不是 在心里面 这 这 也认识 救生啊 你怎么睡了 你不是说疼了吗 那我赶紧睡了 明天早起呢 起来跟我说说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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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跟我说 你干嘛 你干嘛 说什么呀 说 你快说说 说说 怎么这样 春春把小别他们堵屋里了是吧 什么呀 是马晓龙他妈死了 然后马晓龙他又病了 小贝就去看他 春春给误会了 不会这么简单吧 我看春春送你们回来的时候 那可是气呼呼的 那是你自个儿心里想的吧 何秋生 你要是敢骗我 等我将来打听出来 你看我对你不客气 哎呀 你现在也没对我客气 我 我 老老公 求求你了 我告诉你 我的电影一天了 急死我了 我到底说什么呀 你想听什么呀 你说说他们的事 他们的事啊 说什么 说什么 说说呀 好好好 我说 他休息一下 他就是你给拼了我你 你甭想睡 我傻了你 我傻了你 我西安 小薇 对不起 今天的事是我不好 别生气了 日记的事 是真的吗 什么日记啊 马晓龙的日记 你妈说的 我妈怎么知道的 这么说是真的了 你怎么得到的 把晓龙给的 不是 是那个叫什么那人 就是她后来那个女朋友 她去找我 想要敲诈马晓龙 后来就我给抢来了 你们昨天没跟我说过 这有什么好说的 都是过去的事 追说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心里觉得特别扭 没有啊 也不是 以前没有 真的 但自从我知道马晓龙回来了 再加上后来 你去做运检 跟她在一起 还有今天你去找她 这些事加在一起 这 我真想不通 好 我承认 你今儿给我打电话 我没接 我去找马晓龙 没告诉你是我的错 哥 你上次在医院真的很过分 我怕你误会 马晓龙回来 也是其他妹请客我才知道的 你早告诉我 不就没这些事了吗 好 我承认我错了 陈生 咱俩约好以后坦诚相见 无论什么事 好吗 他那小丁吧 怎么说呢 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 也没有那么普通 算哥们儿啊 好 我相信你 春生 我问你 假如 我说假如 假如我跟马晓龙真有暧昧关系 你真会夹死我吗 不知道啊 也许吧 如果真有那事 行 你够狠 我 我不能骗你 小魏 只要你高兴的事 我都愿意为你去做 哪怕去死 哪怕跟你离婚 但只要你还是我老婆 你就不能做这事 这是我唯一的底线 谁啊 谁啊 警察 谁啊 你就是何春山 罗小贝在家吗 怎么了 我能见见罗小贝吗 有什么事吗 我找罗小贝 请问 请问有什么事吗 你就是罗小贝 对 我们能进去谈吗 进来吧 谢谢 坐吧 嗯 你也坐 你好像是哭了 两口都吵架了 你们来不是为了问这个吗 说不定跟这有关系 今天上午你们是不是去过 刘颖路三号 一单元二零一 马晓龙的家人 怎么了 是不是 是 去干什么呀 马晓龙是我同学 他病了我去看他 我先生来找我 你先进去的 然后你的先生又跟进去 而且 他在毒道里面大声的喊叫我 对吧 他找不到在哪个房间 就喊了两声 可是据邻居们反应 当时他的情绪很激动 而且是冲进去的 马晓龙到底怎么了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也不是激动 就是有点生气 然后进屋之后 他就和马晓龙吵了起来 对吗 没有 没有 不但吵了起来 他还动手打了他 是不是 对 我是打他了 但那都是误会 打了几下 打在哪儿 一下打脸上 你们到底想问什么呀 莫名其妙闯到我们家来 到底是为什么呀 首先我们是敲门进来的 不是闯进来 然后 我很遗憾地通知你们 马晓龙 在今天中午 在他自己的家里自杀了 自杀了 是的 自杀了 自杀了 还有 我们在验尸的时候 发现他脸上有伤 据邻居们反应情况 今天上午 有一对男女 曾经去过马晓龙的家 其中 那个女的好像是 马晓龙原来的对象 在马晓龙的遗书里 提到了你的名字 大家告诉我 哇 走 罗小姐 他死了 是的 自杀 这个人很奇怪 自杀之前 他打电话给再来水公司 让他们通知我 我们接到报警 又按照电话号码找到她的地址的时候 人已经死了 自来学公司 她把自己拉在家里 马晓龙在遗住里 委托你和何春生 全权处理她的遗体 并让她的所有遗产 无条件地赠予你 罗小贝 我真的很佩服你 你不仅给马晓龙和她的母亲买了墓地 还把她剩下的钱都捐给了孤儿院 这件事做得真的非常地好 还有何春生 我代表所有的同学 感谢你 走吧 回家吧 但是要早一点钱的 可能就不会这样 直升 这件事你处理得特别好 谢谢你 睡晚了 谢什么呀 我才是你照顾 邓丰 连眼睛 他说你照顾 你照顾 反正我照顾 你照顾 手 只要不顾 你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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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照顾 你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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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贝啊 春春好长时间没来了 她忙 忙也不能半年半年的不见面呀 这个季节 正是给丈母娘家送霸鱼的时候 她也不露个脸 妈 你要想吃霸鱼 我去给你买去 我吃什么霸鱼啊 这不是个讲究吗 你哥昨天买了两条霸鱼 给柳家送去了 我哥 你哥现在可变多了 昨天因为那两条霸鱼 感动得如意好顿哭 姑爷要是不送霸鱼 多半是小两口出问题了 你俩没问题吧 我们俩有什么问题呀 没问题就好 春生其实挺好的 本质好 张医生 张医生 你看看谁来了 好 快来看 春生 爸爸 孩子 春生快来 妈 我刚好拉客人去海鲜市场 看这霸鱼挺新鲜的 你买两条 刚才我和小贝正在说这个事呢 你好长时间不登门 我以为你跟小贝出什么问题了呢 我没有什么问题呀 行了行了 霸鱼来了 这回你高兴了 妈 鱼妈 把霸鱼放进去吧 好嘞 给春生倒杯咖啡 好 给你倒咖啡啊 春生 坐 妈 我不坐了 今天星期天 送霸鱼的人多 活儿好 我再去挣点钱去 好 那你去吧 优着点儿 别累着 对了 我下午去你们家吧 四点左右 那我下午也回事 妈 那我先走了啊 开车慢点啊 我走走啊 儿子 爸爸走了啊 跟爸爸再见 拜拜 来 我怎么觉得春生躲着我似的 小狗住着 他躲你干嘛呀 行了 行了 妈 你馋霸鱼 霸鱼也来了 这不行了吧 你放心了吧 我馋什么霸鱼呀 小贝啊 你心里要是有委屈 跟妈说 别憋在心里 虽然你爸不在了 你哥残了 你妈也老了 真有什么事情 罗家还是有能力给你做主的 行了 妈 谁敢让我受委屈啊 我真挺好的 来 你又给你一个贝 对了 晚上我不在家吃饭了 我去到我婆婆那儿 我婆婆围雨肝 我送了他爸一个回去 那又喝了 应该的 这个唐丽华呀 软膜硬泡了二十多年 总算把你取进家门了 他可真会看人 娶了我们家小贝 他这一辈子啊 享福了 都在了 汉儿 老张家有人吗 我来给送点东西 有人 有人 去 你现在可真享福啊 包子兔不用去了 不去了 老胳膊老腿的 秋生要顾了一个人 哎呀 累了一辈子 给该歇歇了 有福啊 你看你那俩儿子 再看看我那那张东西 人比人气死人了 哎 老李 听说你的存折 让儿媳妇给翻了去了 别提了 你不是放裤衩里面去了吗 怎么能翻了去了呢 嗨 别再提了 从来啊 不给我洗衣服 这不 哪儿都翻不着 说出来 丢人呐 小贝来了 哎 咋子啊 哎 妈 小贝来了 小贝啊 哎呀 孩子没跟你来啊 在家呢 我妈不舍得让他们走 这老害得真自私 买的什么呀 霸鱼 多少钱一斤 二十五 你看看 这鱼贩子都看挑人 你 怎么骗你呢 一看你就是不会讲价的人 你隔壁那个女婿 买的十八块钱一斤呢 人家 十八块钱一斤能有这个头啊 这老太太 看看 看看这十八块钱一斤能买得着的吗 妈 不说越大越好吃吗 我这挑最好吃的买的 小贝 妈吃到你孝顺 但是你别敢能 炒水长的时候 你 你买东西啊 那现在正赶上 女婿给老丈娘送外鱼的时候 家都长起来 大不了咱俩满吃几天不就行了吗 记着以后买东西看家啊 那我先进去了 那我先进去了 别花的大头钱 该谁了 该你了 该你了 小贝 我告诉你啊 咱妈是个要面子的人 你看刚才她美的 不过小贝 我告诉你啊 这有钱不能这么花 你知道吧 这鱼是什么 鱼是吃的东西 是啊 肚子里就看不见了 你要是有钱的话 你给她买件衣服呀 买双鞋呀 这样她就可以穿在身上 出去跟街坊连去训练说 说你看啊 大家都来看 这是我小儿媳妇给我买的 漂亮不 是不是 你说你给她买鱼 她总不能指着一泡屎说 哎呀 大家都来看呀 这是我小儿媳妇给我买的 七八斤的大鱼啊 妈 是 不是啊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嫂子真有你的 我服了你的嘴 这钱得绘画 小贝 其实在何家 咱俩才是战友 人家那娘仨是战好 人家是一条心的 知道了 喂 小贝啊 最近 何春生没欺负你吧 没有啊 我俩挺好的 是吗 我跟你说 男人就不能惯 接着婚就变恋 你看 以前你们俩没结婚的时候 你来趟何家 他怎么样 跑前跑或者围着你转 现在倒好 人友都仇见了 他忙 一会儿就回来了 哎呦 你还提着说话呢 何春生这小子 心眼的可多啊 不像他哥 直场女 今天真不行 我跟小贝约好了 去我们家送霸鱼 他人都到了 什么 你差房钱 差多少钱啊 两百块钱 我有 我 行吧 我地址告诉我吧 我地址告诉我吧 来了 春生 哎 快进来 哎 哎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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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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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下来 你快下来 哎 行了行了 去我参观他快 走 金武带你参观 快 这房子多少钱 一千 贵点吧 一千可以了 饭百够吧 不要 不交房租 能给我要吃啊 那你骗我呀 对呀我就骗你 不骗你能来吗 我想你了 哎呀这个快别闹了 我得 去我马上都要被在那儿 你让他等一会儿嘛 咱们俩这么久不见了 说急话不行啊 哎 不坐一会儿嘛 来来来 快快 五分钟啊 你给我说说 你怎么回来了啊 没事了 没事了 大洲那个混蛋 听风就是雨 后来打听明白了 其实人家找我 就是要交罚款 罚多少钱 三千 还行啊 行什么呀 他们还没收我那么多货呢 还有 店也给我封了 我这几年挣的钱 基本全赔进去了 等于白干 行了 没事就好 那今后有什么打算 我找你商量呀 跟我商量得着吗 这事应该整大洲啊 他 那个小子基本上就是叛徒 山魁你忘了 听着风先跑了 店是我的 关他什么事啊 那还不是他打电话通着你的 两回事 一个是听着风跑了 一个是冒险送我出去 一比较起来呀 还是你比较爷们 行了 我也没冒什么险 他回来了吗 他早回来了 他要不打听明白 我还不敢回来呢 还不是吗 那人呢 出车了 他不知道我在这儿 交完罚款后 我说我要回我姨姨家 他就把我送到火车站 我没上火车 就溜回来了 什么意思啊 甩了他呗 来 来 帮我把桌子给织上 织上 春生 你帮我把这煤气罐搬进去 这个 咱俩今天涮羊肉 不行 我得回去 你罗小贝在这儿等着我呢 哎呀 春生 罗小贝 罗小贝 那个罗小贝有什么好啊 是 你们结婚了 有孩子了 可他拿你当过一盘菜吗 不 你们俩挺好的 好什么好啊 好你就不会天天买彩票 幻想着发大财 好你就不会隔三差五的 约一帮狐朋狗友 祭酒消愁了 胡说什么呀你 你别看我不在 你那点事我都知道 是 罗小贝挡子是高 可跟他在一起多累啊 春生 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爱你懂你的人 只有我 林小曼 懂我什么呀 你本来是大地上一棵 茁壮的野草 越是风吹雨打 越活得张扬 站着 就比别人高 开花 就比别人厌 可你家非要把你放到 大树林子里 你不是疼 不会顺着杆往上爬 结果 让大树给罩着 越长越蔫吧 对不对 不听你胡说了 我走了 春生 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我刚回来 去木屋 清凉手空空的 吃了这顿没下顿 你忍心让我饿死啊 就不帮我出主意 我能帮你出什么主意啊 我身上就这些了 你找到工作之前 我每天拉活给你一百块钱 这房租加上饭钱差不多了应该 你这是包二奶呀 什么屁话 这 这点钱包二奶 你怎么那么贱啊 那你要给我说出个理由 要不然我才不要 我给你钱要什么理由啊 哥们 这理由给我充分吧 行 我丁小曼 这辈子认识你何春生 算不白活了 来 陪我喝杯酒 这不行 我还有事呢 我知道你有事 我不耽误你 帮我策划策划 策划什么呀 我有个想法 帮我出主意 违法的事不能再干了 就是怕违法 才让你参谋啊 你来呀 你帮我坐一会儿 你坐完说完你就走 我去趟洗手间 洗手间在哪儿 你别出门锁事 我听着向我电话响啊 是啊 罗小贝带来的 我把电池给卸了 不在服务区 你干什么呀你 快 不敢 你来抢啊 我来抢啊 不 你来抢啊 你要抢 你要抢 不 你来抢啊 快 你来抢啊 怎么了小静 我这药病可能犯了 快 快 快 你扶我筋我 走 怎么了 不行 好疼啊 别动 走 还是无法接疼啊 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能出什么事啊 算了 不等了 咱们吃吧 崔弘 不还有个汤子吗 我去啊 我跟你一块儿去 程伤 程伤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看小贝那脸子 可不太好看啊 又是悄悄给他打电话 我怎么回事 来 还没打通啊 这是家里这信号不好 要不我打一个吧 不是 我这打上 我外边 外边好 好 来呀 小店 再喝点热水 行吗 没事 我总这样 吃点药 过会儿就好了 那我去医院吧 哪有钱呀 你点钱 挂个号就没了 哥 你想我怎么回事啊 我在小丁这儿呢 什么 小 小丁不走了吗 哥 你听我说 小丁她腰病又犯了 那病她是得管啊 行行行 这样 你把手机关了 然后我就说 你那手机没电了 这 这行啊 你早点过来接小贝 哦 我知道了 好 来 再喝点水 好点呗 打通了吗 就是那个 她那边吧 信号也不好 我那边信号也不好 然后说一半 她手机就没电了 回不回呀 人家小贝在这儿 等多长时间了 赶紧回来 是 她说回 就是她那个车好像 出了点毛病似 怎么办 算了吧 人没毛病就行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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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肯定是没毛病 就是电话没电了 可不是